而说到修法 这个基本工资到底该不该分区制定 今天这个问题再度成为立委关注的焦点 劳动部长潘世伟表示 6月就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那至于是否可以开放教师罢工呢 潘世伟澄清说 目前这个议题还在研究 而未来无论要不要开放 都必须要取得社会共识 像22K大家就K政府K的半死了 你还在19K 20K吗 基本工资该不该调又该怎么调 最近成为劳动部头痛的问题 劳动部长潘世伟认为 北中南物价水平不同 打算6月邀请各界讨论 是否该制定分区基本工资 不过立委们认为 劳动部该做的 应该是要先做科学研究调查 才能了解民众基本生活需求 制定的工资才会贴近民意 一个社会科学的调查报告 用执行的研究法 用量化的研究法去了解 全国在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的 一份工资到底是多少钱 我们承到很多的经济学家来 10个经济学家 他就11个不同意见在 所以你要把它去用这样一方式 它本来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 举出英国伦敦事作的报告 不过劳动部长潘世伟说 专家意见瞧不拢 另一个引发立委关切的话题 就是劳动部正在研究 打算开放缴石罢工 但部长潘世伟澄清 目前只是在检视演绎 并没有确定开放 但潘世伟强调 罢工虽然是权利 但仍需要社会共识 在美国好了 他是有些州就同意 有些州就不同意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的讨论 必须要去评估 你每个社会里面的接受的程度 我想这个社会的共识 其实蛮重要的 分出基本工资 开放缴石罢工 劳动部研议中的政策 不断引起争议 至于已经上入满五周年的 留职停薪育婴价 劳动部数据显示 妇女申请育婴价 见数增加 但令委之一 中小企业的职业妇女 还是没有受到保障 因为根本不敢请育婴价 政策美意 还是无法落实到 所有的妇女同胞 UDN TV 文宁飞抽新一台报道